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金頻道的,今集又到我們講這個騙案的時間啦,今次講的就是跟網上賭博有關的騙案啦,現在再是騙兩個人就可以騙到一百萬咁多啦, 那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他們今次又怎樣被人騙啦, 那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啦,一名本地男子就在月前就同兩名內地男子就講啦,網上邊有一個投資賭博平台就可以賺取這個豐厚利潤的, 那兩個市主就信以為真,一共就夾了一百萬人民幣就交給對方投資啦, 但是事後就未收到一分一毫的利潤就為受騙,就向了這個司警報案追究, 司警調查完之後,日前就在黑沙灣的一個住宅單位就拘捕這一名的涉案本地男子, 那有人就說自己只不過是中介來的,就介紹兩個市主給他人認識, 那案裏邊就還有一個同黨是走老的,那被捕的這名本地男子就姓王的,35歲, 是代收店的東主來的,司警就落案控以這個相當巨額詐騙罪, 那案就已經是移送去檢察院徵辦的啦。 由於仍然有一名疑犯在逃,司警就在追查歸案的, 那案裏邊兩名市主都是大陸人來的, 一個就同涉案的王某是中學同學, 兩個人做了朋友之後就一直都有聯絡的, 去到去年10月初,一名市主就同王某聊天時, 王某就說知道網上邊有一個投資賭博平台就可以賺取這個豐厚利潤, 就遊說這個市主投資, 市主見有利可圖於是就通知另一名在內地男性的朋友就一齊投資。 同一年的10月,兩名市主來到澳門就跟王某談投資的事, 還有一名在逃的疑犯在, 過程中兩名市主都得到王某和在逃的疑犯高規格接待, 其間有人就向市主說, 投資這個賭博平台每個月就可以有投資額12%的回報, 都可以講是十分之豐厚。 這兩名市主就因為得到高規格的接待, 就認為王某和在逃人士是可以信任的, 以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。 之後兩名市主就回到內地, 直到10月24日到26日期間, 就分別將70萬和30萬人民幣按指示轉帳到王某和在逃疑犯的投資。 兩名市主之後未能夠收到1分1號的回報, 就向王某詢問投資情況, 對方就以不同藉口拖延, 兩名市主懷疑自己受騙在今年3月31日向施警報案追究, 施警調查完之後, 就在今個月7號在黑沙蘭的一個住宅丹麥裏拘捕王某, 經過查問後, 有人公稱曾經跟這兩名市主談談相關投資, 他就說自己只是介紹兩名市主給在逃人士認識的中介人, 事成就可以得到投資金額30%作為回報, 但至今仍未收到錢。 這件事又是跟賭有關, 不知大家有沒有發覺到, 其實跟澳門有關的案件, 好多都是跟賭博方面有相關的, 好似今次這一單, 如果是跟網上賭博比, 應該是他的賭場比較好的, 而且他還一次沖了一百萬進去過戶口, 數都不細的, 不過網頭跟賭場最大的分別就是可能是便利性, 隨時隨地都可以賭, 而這一單除了是可以賭之外, 更加是有12%的利息每個月都可以給到他們的, 介紹人方面還可以拿到20%的回報, 其實這一類這樣的網頭平台都真是有不少是有找過我的, 想叫我幫他們打廣告, 大約一個月我可以收到大約三單左右, 不過這一類這樣的廣告我都是一路不會接的, 因為如果這一類這樣的平台騙人的話, 我就會變成幫兇的了, 所以基本上這一類我都是一定會拒絕的, 不過大家如果是見到有這樣的平台的話, 都是想清楚才有玩啦, 因為沖完錢下去, 如果是提不到現都真是幾傷心的, 和這一類這樣的平台通常都會給介紹人20-30%的介紹費, 而他的介紹費就是客戶輸錢他就有錢收啦, 所以由這一部份都可以看得出, 介紹得你去玩這些人的心態是什麼啦, 那最後都說多一句啦, 這單東西他是講話每個月有12%的回報, 我相信就不是所謂的沖淺下去賭, 即是好大機會不是沖淺下去賭的, 而是投資一個網上賭場出來給人賭的, 如果不是我相信沒有一個平台是會給到這個利息出來的, 雖然他們是被人騙了100萬那麽多, 但應該都不是完全傻的嘛, 那這單東西我看怕他們都是講點不講點, 有不少的東西都是沒有完全講到出來的, 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就在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拜拜!